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它会从人的印象是怎么建立的 然后我们又怎么样去创造这样的印象 还有在社会 在团体当中 跟同才之间你是怎么做这件事情 大家好 我是邢南老总林福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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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读者朋友是不是觉得非常夸张 为什么刚刚会有四种不同的开场影片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 其实我们在看一段影片 或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不会因为他的声音表情 语调姿势 然后就形成了所谓的第一印象 其实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你每天呈现出来的自己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吗 就像我们刚刚开始的四个邢南老总的开场影片 你就会发现这个邢南老总 他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跟他的个性是有点关系的 或者是你会觉得要说的内容 我们要介绍这个书 会不会跟他一开始开场白的语调姿势表情 会息息相关呢 我们常会觉得人通常就在表达真实的自我 但是你觉得人在不同场合 他所表现出来的自己 真的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吗 或者是在对应不同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些人平常看起来非常的凶 非常的汗 可是呢一到这个爱人身边就好像小鸟一人样子 难道他个性会有多变吗 或许他也在设定了某一些的脚本 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 书名叫做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这个书名啊 你会觉得日常生活中的自己 应该就是最真实的呈现嘛 但是我们的作者俄文高夫曼呢 他特别提出一个戏剧理论 要告诉我们其实人类的心理跟社会学之间 非常有趣的 之所以他从戏剧理论来看呢 其实也不是胡周乱周的 真正人在行为表现上就很像是设定脚本 这个脚本就要提到就是所谓的第一印象 印象的建立呢 常常是因为我们想要给别人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今天你讲话的方式彬彬有礼 你要觉得你是一个有气质人 如果你今天要讲 你很大啦啦就不计较 有时候不计较不见得是动作 而是行为你的价值观 你可能也想让人家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人之所以会有所谓的印象设定 通常是一个脚本的 你通常表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要让人家感受到你是什么样的人 但我想到一个场景 有时候跟朋友去聚会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男生朋友 会表现出自己很忙的样子 常常会有电话进来说 有哪个妹找我 什么什么要越吃饭 好像把自己弄得很忙 这时候他所谓表现出来的价值就是 他是一个受人欢迎的 局不断的人 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家面前讲呢 有些人接到电话会躲到旁边去 不想让他知道 就是他觉得那是他自己私人的事情 可是有些人就会喜欢在大家面前表现出 他非常的忙碌 他很有身价 大家什么事都要找他 把自己弄的那个样子呢 就是让你能够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会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这也是一种角色设定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他会从人的印象是什么建立的 然后我们又怎么样去创造这样的印象 还有在社会在团体当中 跟同财之间你是怎么做这件事情 还有很多商业手段也都跟所谓的 这种自我呈现的剧场设计是有关系的 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好了 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收费很高的餐厅去吃饭 你会发现他的排场从一开始出来 就要让你觉得你到了一个高级餐厅 从服务员的接待到这个餐厅的整个装潢 用餐的解释动线 然后服务人员那种以客为尊那种 让你觉得自己冰至如归那种语气 会让你觉得好像花这个钱来吃这个饭 会得到非常好的一种饗宴跟款待 这就是一种场域脚本戏剧 所呈现出来的综合判断 这时候食物当然品质是一件事情 但是因为它收你更高价格 所以就很像演戏要演出那样的一个排场 就好像很多时候公司出去彼案 去竞争的时候就是要注重排场 排场的意思代表说我们很重视这案子 我们分工非常缜密 我们派出了这个团队 无非是我们希望造成对方客户 对于我们很重视这案子 或我们很专业的一种印象 殊不知那个案子可能只有一个PM在管 但出去的阵仗一定要非常的有派头 这也就是人类在心理上一种非常微妙的戏剧需求 很多时候不管是收费的昂贵专业的表现 都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去修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到保养场就会把车交给对方就好 然后呢等到你在跟你的爱车见面的时候 你就会相信他在里头把所有东西都弄好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到一个 可能是加油站的这个简易的修车场的时候 这时候很多人就会盯在那边看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加油站附属 不会多赚所以我要盯着他看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技师啊 可能技术不会太好 会不会零件会坏掉要干嘛 所以你就好像理所当然会盯着在那边看 所以呢这也是蛮有趣的 一种价格决定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形象 甚至决定你会怎么去参与这样的行为 而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就是 我们在所有的角色设定都有一种预期 也就是当我这样表现的时候 你就预期对方会怎么样 就好像呢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也跟老板就是说 老板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 你表现出一个非常需要他帮忙你的态度 这时候老板通常会看到他的部署 用这样方式来问他 所以他就会非常客气 而且愿意教他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表现说老板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可是老板就会觉得 我是需要去帮助你 这时候他就可能提出了更多挑剔的一些内容 让你自己很难招架 所以角色的扮演里面 其实就很像戏剧脚本的演出 你会觉得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吗 或者你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你 就是真实的自我呈现吗 你会觉得自己的表现 是真的完全展现出自己的个性 还是你也会因为你到不同场合 就会做出不同样子的你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这问题 就好像我们参加了某一些仪式 庆典 我们可能就必须要符合当地 或是那个现场 那些对象所展现出来的方式 如果你今天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俱乐部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自以为自己变成上流人士 讲话呢就开始客套起来 开始礼貌起来 但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必须要放下身段的地方的时候 你可能某些程度会跟着大家一起入境随俗的 做某些事情 这也是一种自我角色的设定 不要说你自己就可以决定自己真实呈现的方式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常常会让你知道 你就像演戏一般 如果喜欢我说书 欢迎订阅行难老总 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